我这个两个手 我在交替打崩拳 原地打崩拳的时候 不要忘了呼吸 这两个崩拳一虚一实 如果这是实的 这就是虚的 虚的时候是吸气 蓄氏 这是蓄氏 再吸气 这是发 这是实权 这个崩拳是实权 这就是吸一下气 蓄一下能量 蓄的时候 蓄氏的时候是吸气 发力的时候是呼气 蓄 吸 呼 两个手就像丝绸段一样 这是崩拳 这是崩拳 注意这里边把呼吸加进去 吸 呼 发力 吸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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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自己练习的时候 尽可能把嘴巴闭上 尽可能的把嘴巴闭上 用鼻吸鼻呼 把柔和了 你老蹦蹦的这么用力 有的时候 去体验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真正的 用的时候 这样发 平时我们 健身养生的时候 就柔和 把它慢一点 把那个呼吸的间距 拉长一点 一吸之间 这一吸呀 包括吸气和呼吸 吸气 完了中间要有一点停息 呼气 也是中间要一个停息 我们平时说的呼吸呀 就包括吸 吸和呼吸 两个手交替 一呼一吸 右手发力的时候 是奥步 左手发力的时候 是顺步 顺步 奥步 你都练了 然后脚 可以交替一下 再练练相反的 两边打的时候 都不憋脚了 打得都很顺畅了 很舒适了 这就 脚练到身上了 你常习惯于一种姿势 另外一种姿势 你是很蹩脚的 到关键的时候 你用不上 所以你在练习的时候 两边都要练 呼吸也要交替进行 呼吸也要交换 吸 呼 呼吸 呼 也可以这样 吸 呼 吸 呼 或是嘴说 实际上要做 做出来一种呼 吸 呼 吸 贴着这个泪 贴着这个泪出去 出拳 贴着这个泪的时候 你有意无意的 就把这尖带上了 啊 身体就像一个钻 在地上钻 找一种螺旋凝果的力 尤尤其是变事的时候 续发 树斩 树 斩 树 斩 树 续是斩 树 斩 吸 呼 吸 呼 呼 打 揉 体会呼吸 越深 越好 越深 越沉 越好 啊 呼吸 一定要吸的气 一定要沉到丹田去 啊 发 发的时候 丹田这个地方是 突然 仗一下 那种感觉 震颤一下 啊 疼一下 风拳 鼠目 养肝啊 不断的在这个内部啊 肝区这个地方啊 啊 去摩擦 所以他强健的是肝啊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